还记得双子座的张雨生吗 爱唱歌的大男孩 其实已经离开人世17年了 不过现在两岸联手打造音乐剧 要用23首雨生迷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来回忆张雨生 唱着张雨生的《水蓝色眼泪》 台上的主角是歌手萧红仁 和中国大陆女高音潘晓芬 要用23首张雨生的经典创作贯穿整场音乐剧 小曼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跟你解释清楚 你说啊 第一次用音乐剧的方式来纪念音乐才子张雨生 饰演男主角的萧红仁 舞台上将会演唱好几首张雨生的歌曲 会不会因此担心被比较 在唱之前都会有戏剧呈现 那一定是先把你拉进来戏剧里面 然后再让你感受歌曲的魅力 我觉得 真的很难不感动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 试着忘掉你吗 女主角潘晓芬在剧中也要重新诠释张雨生的歌 身为女高音也很崇拜汇标高音的张雨生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流行音乐能超越她的 她我觉得是一个流行音乐的标杆 十几年前的歌拿到现在去听你会觉得照样很时尚 照样很感人 你觉得她是多么的有才 演员们在台上唱着张雨生的歌 剧情的主轴是爱情故事 但结合了不少时事话题 像是都更 整形 小三 以及年轻人寻找方向 轻松却富有深层的含义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颗心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虽然张雨生已经逝世17年 但在流行音乐界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演员这一次要透过音乐剧带领观众 向远远的音乐才子张雨生致敬 为此的 考虚心配 一天TV 林秉周理中线 台北报导